大家好,这是阿西,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玩一下这款背包英雄 那这是一款背包整理类型的肉鸽游戏吧 为什么叫它背包整理类型的呢 那我们开始游戏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这里面呢有五个角色,每个角色呢都有不同的玩法 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小老鼠吧 然后下面皮肤好像是没有区别哦 只是样子有点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简单的做一下游戏的玩法介绍吧 就因为游戏的每一句时长都有点长啊 然后呢是通关了这个经典马修模式 它的模式非常多耶 有很多模式,像这种模式你无法找到武器盾牌耶 那得靠什么通关啊,好家伙 那么还是玩一下这个吧,我比较熟悉一点 好,游戏的玩法呢就是整理背包 对,类似于我们有武器啊 这个武器呢占三个哦 你一共只有九个背包嘛 就你要按需分配 当然呢这些可以旋转的哦 还有盾牌啊,这个消耗品啊都是有的 另外这个什么马修模式呢 就是跟杀戮简台一样啦 开局会给你一个选择吧 我们选择一个稀有的物品看一下哦 哦,获得了一个什么,闪电耶 是一个魔法投掷物耶 对所有敌人造成四点伤害 但是它需要消耗法力值才行啊 我没有法力值耶 而且它这个有点奇怪哦 我看一下 它是这种这些字型的,挺难搞的 就犯了这个之后我接下来就不是很好犯了 那我们就带原本的这个组合出发吧 OK,走 那这款游戏呢就是爬塔一样哦 我们点击地图它就会自动走过去 它没有步数的要求了 就你点到中途的话也可以点回来返回啊 就你点到哪里就是哪里啊 像这边有个怪物的话我们可以去打怪 那可以看到木剑消耗的费用呢 右上角是一费哦 我们目前是有三费 也就是说可以攻击三下 它的伤害是7点啊 3721 还是秒不了这只耶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是有消耗品的 这个消耗品呢是可以使用两次 每次可以给我们增加两点费用 我们使用一下 品A 好,这只可以带走吗 2714带不走耶 这个游戏如果你有消耗品的话 尽量去使用 就不要吃伤害了 我们可以叠个假 就回血相对于消耗品来说 它是不划算的 反正啊 以我玩黑盒子游戏的经验啊 你只要保证你的血量 基本上它能够玩得下去了 特别是这种游戏的话 生命值流派也是挺吃香的 好,那左上角呢是我们的经验值 我们每次升级之后呢 就可以扩张我们的背包了 现在可以扩张四个格子 就按自己喜好吧 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的话 那这款游戏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装备物品啊 就装备虽然多 但是要你自己去组合搭配啦 另外还有这种弓箭流派 弓箭流派呢是挺厉害的 我觉得我不想不要了吧 那弓箭流派的意思是怎么样呢 可以看到它这边的磁条 是正右侧的伤害减40% 射出正右侧的所有箭矢 那我这边那是有两个箭矢 我放一个在这里 这边还有一个放在这里哦 那不同的弓呢 它是有不同的效果 这把弓呢就是把右侧的所有箭矢 都给它射出去啊 所以弓箭流派也是挺厉害的 但是这只是一把普通的弓 它会减40%的伤害 反正只要有箭矢的情况下呢 它就可以这么去操作了 另外它的槽线呢 并不只是正右侧方哦 像我们拿起这个箭矢啊 然后按右键可以旋转它嘛 可以看到它现在呢 变成正上方了 就是它正面朝着一番呢 就会触发这个效果了 甚至还有一些有趣的道具啊 放在下面的话 它是变成鞋子 你把它倒过来放在上面的话 它就会变成帽子啊 我上局玩了一个叠甲流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这些箭矢呢 也是有些效果的 可以看到这边正上方没有一个空格子 它就会增加伤害 它现在是两点伤害对吧 但是我们把它倒过来 可以看一下啊 它变成三点伤害了 因为下方有个空的格子嘛 这个也是一样啊 也会变成三点伤害 但是我们翻成装备之后呢 又变成两点了 还是挺有趣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尽量找一个 组成一套完整的构组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因为这个游戏时长还是蛮长的 好那来看一下我们得到的一些装备哦 我主要的装备呢 是这个传说级的视频 使用它之后呢会在对角线上生成一些手里剑啊 手里剑就是一次性消耗的物品哦 我们来使用一下 只要一废 点一下之后呢 这对角线上都会产生一些手里剑 手里剑的效果都会不同哦 像这种呢是产生六点伤害 我们直接打后面这个吧 这个瘦小时会给别人加血哦 另外呢我还整了一些防御类型的 这些东西可以给我们稍微加点护甲 我现在有十二点护甲 以及呢像这种魔法书呢 是可以给这些附近的增加伤害的 可以看到这边手里剑呢 目前是六点伤害 我使用一下这个魔法书 它可以给这两个变成八点伤害了 另外呢我刚才还打了一个boss哦 这个呢就会给所有武器施加特殊效果 不过我们这些手里剑算武器嘛 也算哎 但是它是在对角线上的 如果是在附近的话 它就会伤害加伤啊 先零的 那没有关系 我们先把后面这只打了 这些没有特殊效果的 就是造成六点伤害而已啊 哦这种会分裂出手里剑 那还行哦 给它造成燃烧效果 再平A它 平A它 哦又爆出了 可以无限使用哎 其实手里剑都很厉害 我使用这个手里剑 边上两个就会增加三点伤害 先使用这个 伤害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这个输入还能使用吗 还可以使用一次哎 能量不足了 再给它施加一下中毒 可以秒了它 nice啊 又爆出手里剑 哇这手里剑无限分裂 我就乱用了 反正就可以打伤害就是了 继续点 哇 无敌啊 这手里剑还是挺有用的 不过没有把它秒了 我们给它施加了6点燃烧6点中毒 造成12点伤害 不过它还有14点血啊 没事 我们结束回合 下回合它就没了 我们刚好有12点护甲的 再来一次哦 哦 那回合结束之后 这些手里剑还在手里哎 好家伙啊 我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 给手里剑增加伤害的东西哦 好像也没有啊 那我这些都不要好了 接下来有好的东西拿一点啊 没有好的就不要了 不要占格子啦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升级啊 格子越多 我们手里剑就越多啊 这里有个未知事件 看着挺厉害的 还头发的 我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来看看 哦 这是我上一把游戏玩的时候 我投资这个人 叫他去找东西啊 我只给了他5块钱啊 他给我提供了一些 呃 还行吧 给他的钱越多呢 你以后碰到他 就会获得更厉害的东西啊 那另外这个游戏呢 也有些未知事件产生啊 我来看一下啊 他会给我一组弓箭哎 这个玩弓箭就很好了 弓道大师啊 可惜我不玩弓箭啊 好家伙 有点可惜哦 弓箭也挺厉害的 好 那上回合我们多余的手里箭呢 可以用在这里 我们还是打后面 这是回血的 臭小子弄死你 哦 这是传说级的耶 但是要消耗两点费用啊 在每个空格子中 生神手里箭 这个太行了吧 那我先把这些 不需要消耗费用的 都给他使用掉啊 在此列的每个空格子 生神手里箭哎 这也还行 会多出两个来 哇 直接给他秒了 再打两点伤害就够了 不需要太多伤害 我找一个伤害少一点的 随便嘛 就这个 好 他接下来会被毒死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可以攻击另外一个的 使用一下这个 传说级的手里箭 哇 无敌之间 此寒此列中 没有一个手里箭 就会伤害加一 这个太行了 我们最好 优先使用中间的这个 使用完中间呢 会给旁边加伤害的 现在这个是9点伤害 我们使用一下中间的 这个呢 就变成12点伤害了 哇 这手里箭玩得很爽哎 哇 直接给他们秒了 而且我们还升级了 对角线的话 我等一下把这个东西 移到这个过来 这样子上去 这边还可以再多一个 好像就在中间最下面 最合适 会多一个 好 就这样吧 我们看看有什么 合适的战利品 限中零费的手里箭 我们都拿一下吧 反正是免费用的 甚至还有这玩意 回合结束的时候 可以生成手里箭 那也还行 反正多点手里箭 也不爱试是吧 他不需要消耗费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保鲜里有什么 这个需要钥匙开 行吧 那么就去下一层了 好的 我们要打最后一关 BOSS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 我还是就这么几个 手里箭了 他有210点血 他即将召唤一名敌人 看能不能把他秒了 我们先把最中间 没用的普通的手里箭 先给他使用了 使用一下普通的手里箭 会给附近增加伤害的 再来使用一下 这个有伤害加成的 造成12点伤害 这个回血的 我们也给他用了吧 因为会占我们的格子 因为我们这种手里箭 是会在这行里面 生成手里箭的 就不断的套挖 套死他 现在这种一般的 都给他用了先 然后这个也可以在 先灵的格子 生成出手里箭 Nice 全都给他用了 再来一次 弄死他 已经90多点血了 再给他来个中毒 继续套挖 套挖 套 好的 全部用完了 那我们还有个 传说级的手里箭 会在所有格子里面 生成手里箭 等一下 我应该把这个道具 都给他用了 给敌人施下中毒 这样子我们生成手里箭 就更多了 我们先使用一下这个东西吧 看看有什么错好东西吗 没有好东西 但是我觉得伤害已经够了 好家伙 他已经没了 直接秒了 我这个传说手里箭还没用呢 这个传说级的手里箭 可以把格子都占满 可惜了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所有武器伤害加150 但是每次使用一个相同类型的手里箭 伤害就会减1 不太合适 所有消耗品 加三款怒 也不好 所有武器在使用时 在本回合就会加一点伤害 就是我相同类型的手里箭 没使用一次伤害就加1 这很好 但是每回合会扣两点血 不过我们都是秒杀级别的 就也不用管这么多吧 好吧 那其实除此之外 这个游戏非常多的类型 如果你还能拿到这些厉害的遗物 配合上你的构筑的话 你就直接无敌好吧 但是有一些也是有一些弱点 我直播的时候玩的叠甲流派 虽然说很无敌 但是碰到下毒的怪就非常难受 下毒是直接扣生命值的 直接把我扣死 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吧 那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